針對明天下午3點的那個 視線的結果 就你們是警察家屬 你們對這個東西 你們的看法是怎麼樣 我要先說的是 這個視線案 我覺得讓我覺得很不能夠理解 就是提出來的那一個原因 會讓人覺得說是 腦骨為因 他們的立場是說 因為司法的判決 可能會有冤獄的產生 所以我們要背除死刑 可是這很荒謬啊 你覺得司法判決 當中的步驟有疑義 然後有誤判的可能 你應該想辦法去改善 改善那個緩解 改善那個流程啊 你怎麼會是要去 直接要把手伸到最後面說 那我們就不要有處罰這件事 不覺得很奇怪嗎 你一旦這樣子做 那是不是就是等於說 你對於這個 法律維護秩序的這個框架 只要你覺得不合你意 你就可以伸手去動它 這樣你反而不是去改善問題 你反而是造成這個社會 社會的動盪啊 然後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想要什麼 反對廢死啊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家人死掉了 我們覺得 只有 只有死刑這件事 才能夠些許的貧富 我們受害者家屬的心情啊 死刑很野蠻嗎 犯罪 犯罪者有人犬嗎 那他們在 他們在 做出這樣子的行為的時候 那他們 那他們跨過那條線以後 就不能夠再用一概的 就不能再用同樣的標準去審 審視他們了啊 嗯 而且就於 就我弟弟 就明辰跟瑞姐他們的案子來說的話 他們 不是個人 他們在那個當下 他們是代表國家公權力的 合理的執行 勤務 當林信犯險做出這樣子事情的時候 他必須一定要付出代價 才能夠彰顯 才能夠維護這個國家的 公權力 我弟弟他們面臨到的情況啊 是每一個基層執法人員 都有可能面臨到的 所以 我們真的很希望 林信犯在一審的時候已經被判處死刑 我們希望之後的二審三審 也都是同樣的 就我來說 我覺得這 這一個案件 的判例 它象徵的是 當我們的社會 便利到重大惡徒 挑戰公權力的時候 我們的司法制度 所給予相對應的處置 死刑是核限的話 我希望 我們恳求 已經宣告的死刑 應該要立刻 簽結符法 然後去彰顯 公理正義的存在 公理正義的存在 說得很適合 我們可以留下 的最大 大家要研究